歐盟為了緩解希臘和東歐國家面對的移民潮問題 表示將會在希臘以及巴爾幹地區移民路線沿途 設立10萬個移民接收中心 歐洲理事會主席庸克星期一說 5萬個移民接收中心將會設在希臘 另外5萬個設在巴爾幹各地 星期日包括各種利物克爾在內的幾個歐盟成員 各領導人與非歐盟東歐國家領導人 在布魯塞爾舉行了一次緊急的峰會 容赫說接收中心對提供住所、移民登記 以及改善移民管理而言是至關重要的 容赫星期一發表聲明其中提出近20項建議 包括一項快速交流信息計劃 以便不同國家在處理移民過程中進行協調 克羅地亞內政部發言人子古諾維奇星期日說 星期六有破紀錄的1,500名移民入境該國 這是自9月中旬移民開始進入該國以來的單日最高紀錄 警方稱從改造城後已有近25萬名移民進入了克羅地亞